脱不掉的手套 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 一家百货大楼却依旧灯火通明 女孩小米在这家百货大楼的一个砖柜里 费尽口舌地向面前挑剔的客人 推销着她柜子里的货物 一双手套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款吧 里面都是纯羊毛做的 而且穿戴舒适 外观也很好看也很大气 您不喜欢的话 看看这一款黑色的手套 纯手工之作 您可以摸一摸它的手感 很柔滑 一点都不会扎到手 面对面前挑剔的客人 小米一直滔滔不绝地 介绍着柜子里的手套 终于面前的客人选择了一款合适的手套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欢迎您下次光临 请您慢走 客人即使走了 小米还礼貌地打着招呼 没办法 小米只是一个推销员 尽管她推销了一个 又一个自己面前砖柜里的手套 讽刺的是 她自己却买不起自己推销的手套 小米卖的手套 最便宜的也要上千元 而小米一个月的工资少得可怜 交完房租水电 吃饭生活中的杂七杂八 一个月也存不了什么钱 这年头 普通人的生活真不容易 一辈子连一套属于自己的房都买不起 更别说自己眼前的奢侈品了 小米叹了一口气 感叹道 自己为什么没有投生在一个好的家庭 一辈子不用操心就好了 将近晚上九点的时候 百货大楼里几乎没什么人 顾客也寥寥无几了 小米的三尺柜台面前也没有人了 忙了一天看没有了顾客 于是小米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坐在后面的椅子上准备休息一下 忽然 她的眼睛扫到了门外进来的一个女人 小米一下子就被眼前的女人吸引住了 那乌黑光亮的黑发直直地披落在美丽的尖头 雍容华贵的服饰 高挑的身材和美艳的外貌 让小米羞愧地低下了头 小米发现 那个女人竟不快速地向她走了过来 走到小米面前 微笑地看着小米 她缓缓地张开了樱桃小口 温婉的声音 响了起来 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好一点的手套呢 小米被这个女子的美貌和华贵的气质迷住了 呆呆地晃神了几秒钟 才反应了过来 有的有的 不到几分钟 这个漂亮的女人挑了一双很贵的手套 结了账就离开了 离开后 小米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心里的嫉妒油然而生 凭什么 都是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自己长得也不错 底子也不差 如果自己穿上那样的衣服 也可以像那个女人一样迷人 很快到了十一点 小米下班了 刚走出门口 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向小米刮来 小米缩了缩脖子 向上拉了拉自己的领子 双手动得不断地相互搓着 小米不禁想起了今晚的那个女人 一双手套三万块 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 小米朝家里走去 天太冷 天上还下着雪 路上也都结冰了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路灯昏暗地亮着 小米快速地向家走去 走过一个地方 路灯还坏了不少 特别的黑 小米有点看不清路了 她如履薄冰地 一步一步地走着 身怕自己滑倒 忽然 一声凄惨的喊叫声 划破了这个冰冷宁静的夜晚 小米吓了一跳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她稳定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朝发出叫声的地方看去 小米发现 那喊叫声 好像是从前面的一个巷子里 发出来的 救命呀 这一次 小米清清楚楚地听清 就是那个小巷子里 发出来的声音 小米有点害怕 但她最终鼓足了勇气 走了过去 巷子里很黑 小米只能依稀地看到 一个身材魁梧的身影 好像正在抢夺一个坐在地上身影的包 小米灵机一动 朝巷子里高声喊道 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一听 犹豫了一下 放开了 坐在地上人死死扯着的包 丢下手里的刀 一溜烟跑了 消失在巷子的深处 小米快速地走了上去 把地上的人扶了起来 询问道 你没事吧 地上的人慢慢坐了起来 虚弱地说道 那个人抢我的包 我不给他 我 我被他砍了一刀 快 快送我去医院 小米一听心想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小米拿出手机 借着手机的光亮看了出来 原来她就是今天买她手套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也认出了小米急忙地说道 哎呀 真巧啊 今天多亏遇见你 谢谢你啊 这是给你的 说完女人从包里拿出一塔 将近有两千块钱递给了小米 小米瞟了一眼那个包 一看那里面厚厚的一塔钞票 小米估计最少也有将近十万块 这是小米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小米阴冷地笑了一下 她没有拿她手里的钱笑着说 是啊 好巧啊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管这么说 都要谢谢你 你拿着吧 这是你应得的 女人还没有看出小米的恶意 还一个劲地把钱往小米的口袋里塞 忽然 忽然小米眼急手快地捡起歹徒掉在地上的刀一下子向女人的身体捅了过去 你 你 女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小米 小米还在用力地捅着 一刀 两刀 三刀 直到女人没了动静倒了下去 小米出了一身汗 连忙把女人包里的钱全都拿了出来 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项链和首饰也都拽了下来 小米正要走 忽然看见女子手上的红色手套 因为是小米卖给她的 小米知道就这个手套就值三万块了 小米把手套从女人手上拽了下来 瞥了一眼四周没人 便慌忙地跑掉了 她一边跑 一边回头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女人 那女人已经死了 眼睛还瞪大着盯着小米 小米用尽全力跑回了家 锁上了门数着钱包里的钱 竟然开心地笑了出来 哼 不要怪我 都是你逼的 要怪就怪你自己傻 小米自言自语地说着 说吧 小米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双贵重的红色手套 把自己的手伸了进去 唉 好美的手套 小米看着看着自己都沉醉了 忽然 小米感觉有一点饿 他看到桌上有苹果 于是就拿起了苹果 一边用水果刀削着苹果 一边开心地打算着 自己有这么多钱 以后就不用去上班了 可以回老家自己开个店了 忽然 他一个不留神划破了手指 手指上的血顺着手指流到了手套上 小米赶紧拿出纸指着血 喃喃地说道 哎呀 这手套几万块钱呢 可不能弄脏了 小米正说着 忽然他好像从水果刀的刀面上看到反射出一个女人的脸 是那个女人 小米吓得脸一下子白了 他还没有从恐慌中恢复出来 忽然感觉自己的手不受控制的动了起来 小米愣住了 全力想控制自己的手 把手套脱掉 小米想着 于是他用力地甩着自己手上的手套 但那双手套好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完全甩不下来 小米只感觉不受自己控制的手上力气越来越大 终于小米没有了力气 小米戴着红色手套的双手 嗖的一声举起水果刀 小米两只眼睛惊恐地看着自己戴着的红色手套 声音中戴着惶恐地说道 不 不要 停下来 快停下来 举着水果刀的手 扑的一声插入了小米的身体 小米痛苦地呻吟了 然而自己的手却没有停 举起 落下 举起 再落下 时隔几日 小米被警察发现惨死在自己的家中 还找到了死去的那个女人的钱和首饰